大白天左臨右舍卻互相叫囂 下一秒白衣男更从家中 拿着板凳冲出来 朝黑衣男头上猛砸 接着出拳继续攻击 两人当街爆发扭打 其他家人也加入战局 二对二只要拿到东西九人 因为听这个问题 起头脚 冲突 拿那个木板 长板凳 在那边上 事发在台北市大同区 民族西路的巷弄 先冲出来攻击的白衣男 原来是要替儿子讨公道 当下看电视看到一半 直接冲出来火拼 原来林姓男子跟黄姓男子 分别是三四楼邻居关系 两人在一楼巧遇 黄姓男子认为自己在聊天 刚好伸出手指头指着对方 这动作让林姓男子不满 大声反呛 双方爆发口角 结果林男爸爸听到 拿板凳冲出来袭击对方 最后遭伤害罪起诉 但会这么气 因为两人早有嫌隙 原来住三楼的住户 控诉不满四楼的住户 长期霸占顶楼使用权 双方争吵多次 也因此结下两子 实际上不论是民宅或是公寓 过去顶楼的使用权纠纷 常常发生 因为顶楼加盖是属于公共区域 除非所有住户 有共同约定 该顶楼加盖部分 有顶楼一人专门使用 或者是有长久以来的默契 大家都同意有顶楼一人使用 要不然基本上所有的住户 都可以随意进出该公共区域 邻居今天为了顶楼使用争吵 就连停在家门口的汽车 也能爆发口角 只是吵到当街动手 不仅伤了和气 也因此吃上行责 最近是王熊家狠台北从报道